第二十章 罗峰 死罪 广场上石板碎裂 乱石抛飞 金线王 当金线王召来的时候 原本就已经如丧家之犬的李耀脸色大变 猛地嘀吼一声 给我开 只见李雅的黑色的双臂竟然猛地抱围都暴涨了三四米长 欲要抓住金线王的两端将金线王给撑开 吃 金线王捆住的瞬间 在金线王边缘处的绳扣就仿佛有一双手在系绳子一样 迅速地系住八对绳扣 这李耀瞬间爆发 也是超过百万公斤爆发力 吃吃 金线王虽然绷紧 李耀却没能崩开 已经完全捆住记住 又岂是他所能挣脱的 这可是王级怪兽黑寡妇猪王留下用来困王级怪兽的 就算王级怪兽都得花费好大力气 才能破开出来 李耀怎么破得开 不好 挣脱不得的李耀眼角余光 瞥见脚踏顿天梭的罗锋那充满杀意的眼神 以及十六道流光 说 说 说 十六道流光 仿佛十六条蛟龙咆哮着 直接轰击向李耀 我不能死 李耀心中咆哮 吃 吃 被捆住挣扎不出的李耀在这关键的一瞬间只是做了一件事情 只见他的黑色双脚竟然延伸变长且变细变得只有一半粗细细细的黑色长腿穿过金线网的孔洞踏在广场地面之上 李耀顿时有了两条 足有两米长的黑色细长腿 轰 十六道流光 堵轰击在李耀身上 呀呀呀 李耀咬牙切齿 双眸发赤 我不能死 不能死 在那超过八百万公斤的可怕冲击力撞击在身上 经过黑神套装削弱后 依旧让李耀瞬间忍不住 口中鲜血狂喷 五脏六腑仿佛要碎了 可是强烈的意志令他坚持着 说 借助十六柄刀片蕴含的强劲冲击力 李耀那黑色细长腿也猛地蹬地 本来他速度就够快 再加上这十六柄刀片的冲击力 简直就如同一道黑色流星猛地撞飞出去 将广场上一座雕刻状的粉碎 那黑色细长腿踩了下地面 瞬间略微变向 冲向旁边的街道人群中 还没死 脚踏顿天梭的罗锋目光一寒 疯了 罗锋疯了 竟然赶在基地室内 而且是H2联盟商城广场这种地方 公开来追杀我 疯了 他简直不要命了 只要 只要我能抓住一大群普通人当我的盾牌 我就还有一线生机 李耀通过黑神套装延伸出的两条黑色细长腿 疯狂朝街道窜去 街道的人行道上围满了人 堵塞的轿车上也走下很多人 成千上万人盯着看 一个个似乎都很激动 罗锋追杀李耀的过程 快如闪电 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 李耀已经朝他们冲来 啊 什么玩意 一身漆黑 却有着近两米长的细长腿的李耀 的确诡异吓人 它闪电般冲来让很多人惊恐 而这时候 脚踏顿天缩的罗锋 速度瞬间飙升超过1300米每秒 带起一股可怕的音爆声音 直接降落在李耀前方 你逃不掉的 罗锋站在李耀前面 16柄飞刀悬浮在身前 冷漠看着李耀 罗锋 你不能杀我 李耀咆哮到 嘴角鲜血却不断流出 罗锋的两次攻击 让李耀伤势非常的重 他能奔跑 完全是求生欲望才能撑住 罗锋冰冷一笑 忽然罗锋表情微变 只见那满是人群 车辆的街道上 拥挤的人群中 一名金发女子 微微朝罗锋举了举手中的 一个小型仪器 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罗锋 你放开我的丈夫 喂你呢 罗锋眉头微照 心意一动 便控制金线网悬浮起来 令李耀整个人 就仿佛被捆的猪一样 高高悬浮在半空 无法挣脱 在空中 李耀无法借力挣脱 更难 维尼娜 金线网中的李耀连喊道 凭什么让我放你丈夫 罗锋平静地看着维尼娜 直觉告诉罗锋 如果自己直接杀了李耀 或许会导致很不妙的后果 对于眼前这个维尼娜 罗锋一直没当回事 在罗锋心中那李耀才是幕后黑手 可是罗锋不清楚 当初天价悬赏就是维尼娜发出的 澳洲大陆追杀罗锋使用的激光炮 也是维尼娜弄到手的 甚至于要弄死罗锋家人 也是维尼娜建议的 李耀人称突救 是很多认识李耀的人 用这个外号说明他凶残 而维尼娜人称毒蝎 却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狠毒 咬人的狗不叫 罗锋却不知道 这一对夫妇中真正心思缜密 狠毒如蛇蝎的 却是这个女人 站在人群中 维尼娜摇看罗锋 罗锋 维尼娜拿着小型仪器 在H2联盟旁边的 一座住宅小道上 我都放置了T111型号炸弹 只要我按动这个按钮 周围的人群 一下子就完全沸腾了 很多人都尖叫起来 四处乱跑 就会砰的一声 那座小区数万人 将会全部没命 维尼娜声音如同 来自地狱的恶魔 回荡在周围每一人耳边 惊恐 惊慌 而罗锋却只是眼神略微凝聚 犹如针芒盯着眼前这个女人 你够狠 罗锋轻声道 你要杀我丈夫 那么就全部一起死吧 维尼娜声音轻柔 其实维尼娜也是没办法 她跟她丈夫当年得罪的人太多 幸好李耀拼死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 得到了黑神套装 这样他们夫妇才能过上安稳日子 若她的挡箭牌李耀一死 她维尼娜的日子也将会很惨 所有人助手 都助手 放下武器 只见驻扎在H2联盟商城周围 不远处的一些军队迅速赶来 国家部门的一些人员也迅速过来 为首的是一名穿着糖装的中年人 这中年人心中暗骂 妈的 三个高等战神打成一团 打就打吧 还牵扯到普通人 现在搞得还可能随时弄出数万人伤亡 T111型号炸弹 那威力是极为惊人的 三位 罗锋战神 维尼娜夫人 大家好好说 这中年人急出笑脸 唯恐触动双方任何一方神经 他地位是比较高 可是眼前的都是高等战神啊 我劝你们别去找T111炸弹 维尼娜瞥了一眼中年人 我放置得你们很难找到 就算找到 你们也应该知道 这炸弹的拆卸难度有多大 一旦你们那边开始拆卸 我这就会得知 我会直接按动按钮 唐庄中年人额头渗出冷汗 他最恨惹到这种有权有势的人物 高等战神 且又是H2联盟中华区执行总裁 一旦要犯罪 绝对是很难搞定的 罗锋 维尼娜死死盯着罗锋 或者我夫妇二人和华夏国的数万无辜普通人一起死 维尼娜的声音回荡在罗锋耳边 或者你放了我丈夫 所有人都好过 选择权在你手上 罗锋面无表情 只是目光愈加冰冷 罗锋战神 维尼娜夫人 那穿着糖装的中年人有些慌了 心中却是暗道 蓝先生怎么还没到 呼 破乱的H2联盟商城广场上 迅速温度开始下降 本来就是冬天 一下子变得降到零下 那喷泉水地中的水瞬间结冰 一阵阵寒气都弥漫开来 只见一名头发都隐隐发绿的中年人 从半空飞了过来 蓝议员 维尼娜 李耀 罗锋都认出来人 哼 你们就算有仇 也别牵扯到普通人 蓝议员整个人就仿佛千年寒冰 目光都让人发寒 蓝议员 维尼娜摇头道 我没有办法 这罗锋在基地式范围内 竟然就要杀死我的丈夫 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不是他的对手 我只能选择这一条路 我丈夫要是死 就让那数万无辜人都一起陪葬吧 更何况选择权在罗锋手里 他只要放开我丈夫 大家都好过 地球上一共52名一员 有华夏血统的超越战神存在 就超过十个 虽然完全效忠国家的仅仅三四位 可不少都是隐士一般生活在国内 他们也会偶尔帮军方 也会帮国家 也会帮H2联盟 总之 他们可以左右逢源 又可以安心当隐士 冰刀蓝议 就是隐居在江南基地式的一位 遇到真正的大事 蓝染才会出手 而这次 非蓝染出马不可了 罗锋 蓝议员悬浮在罗锋身前 罗锋 你应该知道国家法律 知道战神功法规 战神功法规 有几条是底线 禁止任何人碰触 杀武馆的家属是一条 在基地室内公开杀武者 也是一条 战神在基地室内不得厮杀 也是一条 蓝议员低沉道 战神强者是我们人类的财富 每一个都很重要 你在这H2联盟广场之上 成千上万人注视之下 胆敢追杀武者 已经是死罪 可你要杀的还是战神功战神 更是罪加一等 就算你杀了他 你也是死罪 法规就是五位议长锁定 难道你正的 用你一条命 换着李妖一条命 还搭上我华夏国 数万无辜同胞 那其中可是有一些 刚刚成长的少年 还有一些刚刚出生的 天真的幼童 值得吗 蓝议员盯着罗锋